每天一分钟 区块链一百问 从物物交换到比特币 货币一开始是食物货币 贝壳 金银等 因为它们具有稀缺性 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 后来我们开始用纸币进行支付 纸币的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厘钱 却能够换取价值一百元的物品 这是因为有国家的信用背书 让人们相信这一文不值的纸币能换够一百元的商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从纸币过渡到记账货币 比如发工资只在银行卡账户上做数字的加法 买衣服只是做减法 整个过程中都是银行在记账 且只有银行有记账权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 美国政府因为有记账权 所以可以无限增发货币 中本聪觉得这样很不靠谱 于是他想创建一种新型支付体系 大家都有权来记账 货币不能超发 整个账本完全公开透明 十分公平 这就是比特币产生的原因和动机